我今天要讲主义主义的 2-4-4-2 这个就是 代表人物是 S 那么 这个东西叫做 Orthodox 然后后面那个 Orthodox DMism 正统的DMism 这样就要写啊,正统的DM主义啊 正统DM主义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那么代表人物是这个S同志 Stalin S同志 那么这个哲学啊,它其实很简单 它在这个 它在 这个场域论上 它是个形犯上学啊,它本身是个形犯上学 但是呢 它是用两个东西给它对立起来的 一个就是 形而上的 形而上的一种秩序 形而上的秩序 它所谓的形而上啊 形而上的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秩序 就一个静态将死的观念体系 投射到这个世界里面 主在这个世界 然后和一个它所谓的辩证的 辩证的一个 一种一种一种生命的鲜活的 一种 但是不是否定性的 问题就是说,它把否定性给捐弃掉了 它把主体性的否定性变成一种 就是 就辩证法 这个这个主义呢 Orthodox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它的问题就在于把否定性 它把否定性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秩序了 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具有否定性 而没有意识到这个否定性 永远要subjectivize 永远要主体化 然后那它的主体性呢 就把它被被叫做 能动 主观的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 这个主观能动性 它就是在一个 这个玩意根本一点都不能动 主观能动性一点不能动 主观能动性就是个屁 因为它没有把主体性的维度 架设到这个 它的那个形而上学 秩序里面去 主体性的维度就是 这个世界本身实体本身是主体化的 实体本身是断裂的 实体本身并没有被 一种既定的一种正版核的辩证运动 所这样操纵着 它之所以能够体体现出这个世界是 因为它的中介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第一人称就是 它阉割了这个这个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它里面的这个matter 它里面这个matter 它里面的这个物质啊 不是真正的物质 它里面的物质就是 科学实在论的那种 就是它的什么世界具有物质性 他们这个 正 哦这个正统加引号 Othodox 教科书里面啊 它里面的这个物质 其实就是科学实在论的那种物质 是很庸俗的 但是他又把它说成这个东西是不能直接认识 间接的一种反应论的 我们对他就是一种反应论 但是这种反应论是一种能动的反应论 它是有可知论 但是又是个能动的反应论 是可以对他加以批判的 是能动的 就是这个体系 我们所有人在必修寺的时候 政治书必修寺都会学的啊 生活与哲学 但是说 这个玩意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 它归根结底是个形而上学 按照他不符合他自己的标准 他里面所说的那个 你们还记得他一整他所谓的辩证法 矛盾是普遍的啊 矛盾有这个 但是 有普遍性 有特殊系列矛盾是特殊的 然后一切都是 对立统一的 对立统一是概念 就是个虚假的概念 什么统一unification都出来了 这是个总体主义啊 他这个辩证法实际上是个 总体主义 或者说是一种整体主义 说说成整体主义比较好 是一种整体主义 无所不包 什么都被他说了说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说用这个 Stalin 你认他里面就对于形而上学 和辩证法的一个二分啊 二分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讲那个高尔基亚的时候也讲过了 高尔基亚vs德莫克里特vs这个Stalin 你们就讲过了 他就说 他就认为一个理论形而上学 是 片面的 片面的 然后这个辩证法 是整体的 判断就是Stalin啊 判断 形而上学的一个标准 其实是他妈 辩证法才是整体的 他第一句就说 辩证法永远是片面的 dialectical it's always partial 他总是 partial的 因为你 你不能预设一个背景性的秩序的 辩证法不能预设一个背景性的整全的这个秩序的 你假设有一个背景性的整全这个秩序就是形而上学 所以 这是 这是这个S S对于这个这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一个二分啊 几条平板标准 第二点 第二条就是说 就算 就算一个形而上学 是 整体的就算存在一种整体的形而上学 整体的 但是 他是他将死的 但是形而上学是将死的 形而上学 是这个将死的 你看他不停的在后撤 形而上学是将死的 而这个辩证法 是这个是这个活动的 是运动的 运动的 这是第二条 你看他不停在后撤 你知道吗 他妈的满足你第一条规则了 卧槽是整体的 那你有没有可能一种整体的 整整体的形而上学冒充辩证法 当然有可能 然后 然后又来第三条 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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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这个 即便 即便 就算这个形而上学 是 是 运动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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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而上学是什么 形而上学的运动 只有只有量变 没有质变 只有量变 而这个辩证法 是 有质变的 有质变的 有质变 有断裂的 有跳跃性的 这是第三条 那么还有第四条 这个 就算 就算 这个 形而上学 是 有质变的 他还是什么 他 形而上学 还是一个 就是一种 循环往复的 质变啊 就是这个 他的运动 是一个 怎么说的 应该是辩证法 则是由那个 螺旋上升的 辩证法 是 叫螺旋上升 还是二元堆立的吧 看什么 二元堆立的 辩证法则是正反合的螺旋上升的 螺旋 旋 上升 我跟你讲 这四个判断标准 真正的辩证法通通站在形而上学那边 the real dialactic stand 你如果要真正理解辩证法的话 真正的辩证法通通站在这里面对于形而上学的指控啊 就是斯大林在判断这个形而上学和这个辩证法的一个二分的时候他提出这类一个标准 一二三四这么一个标准 但是他就是层层后退嘛 就是说哎 你行而说学是片面的 我是辩证法是整体的 妈的就算你是整体的 你还是僵死的 就算你不僵死你是运动的 你还是只有量变 就算你是 你是不仅仅有量变 你有质变的 你还是二元堆立的 你还是在在这个 换汤不换药的这个循返往复的运动 而不是一个螺旋上升还是个循环往复的 还是循环往复的一个运动 二元堆立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不是螺旋上升的 你看就是说你一个形而上学就算你能够做得很像辩证法 你还不是辩证法 这样结果就死的 那么辩证法到底是啥 其实啊 他在这里就隐藏了 其实他的辩证法 其实他所追求那个辩证法就是他妈的一种形而上学 就是一个僵死 就是一个僵死的 因为 他只不过用一种所谓的螺旋上升 正反合整总体主义整体主义的一个合体 来去掩盖了他的什么掩盖了他的片面性 掩盖了他的那个僵死性 掩盖了他只有两边他只有一种言词的变化 掩盖了他的那个他的二元对立的一个 规根结底的二元对立他的主体性主课题的二元对立 规根结底是二元对立的蛇皮的很蛇的 然后 我们我在这里要插开来讲一句啊 就你要理解辩证法的思维 就是说你要理解就是恰恰和这种 Ortho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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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完全不一样 我们应当是站在The Real 或者The The The True Dialectical 这个Materialism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告诉你就是辩证法 是 片面的 是 将死的 是 静态的 静态的 是 将死就静态了 是那个只有量变的 然后呢还是吧 是二元对立的 他 辩证法本身是片面的 将死的 只有量变的 人对立的 和解呢 辩证法就是否认有一个 Impartial Impartial的 就是有一个公众体国不偏不倚的 不存在不偏不倚的 不偏不倚的这个视角 不偏不倚的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这个大他者视角 这个这个绝对真理的大他者视角 一旦你他妈的去享有这个视角 你就是 行要上学 或者就一字头 实在论 你就已经不是辩证法的思维了 你就已经是一种反动的思维了 已经 你就假设存在一个不偏不倚的大他者视角 那你岂不是拱手把所有的斗争的必要性全都让给掌控这个视角 对这个视角具有发言权那些人 所以辩证法永远代表着主体只能以一种行 就是行动的干涉的啊 就是牵连的受到牵连的就是你的思维你的精神你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把握和你的行动是一体的它是不能分开来的 了解吗 他不能分开不意味着他们形成一个整体 而意味着你所有的行动 你所有的思想 他都是 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出上出发的 这个叫做视角主义啊 视角主义 你不理解视角主义的话 你是就是perspectivism perspectivism 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的 从你特定的那个partial的 这个impartial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 这是幻想 形而上学幻想 你越这样你越不敢去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考字机和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是十月革命啊 就是当时如果要要你要获得一个不偏不倚的 然后说哎这个时机到了我们可以做事情了 这永远是抵达不了的 你了解吗 因为你的那个不偏不倚的视角是那些胜利者灌输给你的 是那些站在上面的人给你洗了脑的 你如果按照这个不偏不倚的大杀者的视角去看待现实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到来 你永远是错的永远是来不及的 了解吗 因为你的行动最终最终就是要突破这个不偏不倚现行的公认的不偏不倚的这个视角现行的这个话语统治在话语和思维这个体系当中占统治地位的这么一个视角 编证法就是这样的啊 真正的编证法它永远是片面的永远是for partial 这个stance partial standpoint 为了一个你是总是已经牵扯身在居中了 你不能打马虎眼你不能够说公中体国的是那种好货那种样子 这不是辩证法永远辩证的行动永远就是subject subjective的是一种主观的主观意味着深陷其中主观的不是说只有subjective才可以是objective 你只有主观的才具有是客观的辩证法当中主客观统一是你要不要理解成是我们可以获了一个主观客观的一个整体不是的 他不是获得那个谢灵意义上的主客观这个那个结合的一个点那个一个超验的那个点不是的主辩证法意义上的主客观它不是统一 它是你只有一种主观的片面的姿态有限的姿态去加以实践去向意识性敞开你才有可能对于这个体系造成客观的影响 这个客观不代表它是他妈的就是在一个不偏不倚的视角之下可以产生一个确定的一种因果性的把握而是一种新的因果性会生成新的服务学秩序会这种秩序本身会能够被你领会到 因为到底在这个服务学背景背后到底怎么样 你不能由一个不偏不倚的视角说哎背后怎么样你一定要介入其中一定要介入干涉介入干涉刺穿打破均衡 因为这个均衡本身是脱离实际的这个均衡本身是虚假的这个悬浮在空政这个普遍的视角本身是欺骗性的 不普遍如果他他普遍的话你根本不会有你存在根本不会有辩证法夹出现啊 根本不会有这些混乱动荡啊说明他本身是屁股歪的 你无论你是一种学术界的学术性的姿态还是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说我把握了一个一个 一个色色色色情明星啊这都是这么忽悠人的你知道吗 所以辩证法的姿态 就你看卢卡奇的那个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啊他就其实就比较清楚的描述列宁当时的他是如何进行这样的一种冒险 跨越性跳跃性的描述这意味着你如果是辩证法家你的实践你的行动是不会依据那个一个整权那个视角哪有吗 你要能够敏锐的把握到一些核心的一些矛盾核心的一些一些断裂 一种张力快不行了像列宁他就是非常天才的进一步发展了这个Marxism的他的一个观点把它演变到一个就是说 啊帝国主义的一个论断就是说他得到天才的一个洞见就是说 可以在一些民族国家里面提前爆发这个啊因为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当时是主要的矛盾就是当时的class struggle 他的形态变成了一个nation states之间的形态但是只在那个时代只在只在一百多年前那个时代好吧 这是一个片面性还有一个就是将死性将辩证法是将死的因为辩证法可以把握到那个所谓的历史的流畅的运行流畅的进步 流畅的平稳的运行平稳的运行 这个是个幻觉 辩证法就是代表了就是历史卡住的卡卡住了卡壳卡住的地方卡住的那个点 就是历史按照他这个时候一些意识形态里面的一些观念他应该哎你不是应该流畅运行吗多少年多少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吗 他在那个点上卡住了这种卡住他意味着背后有某种物质性的力量 意味着性的力量超出你佛奥系统能够对你佛奥系统具有这种supervertive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力量这种卡住这种僵住僵死住 僵住它是辩证法特有的思维辩证法特有的思维辩证法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官窍所以辩证法是要善于把握僵死的 辩证法在一个地方就要就要坚持住那个僵死的那个点要坚持住坚持住那个僵死的点 辩证法是有力量的辩证法不是好好先生辩证法不是好好先生啊不是好好先生 不是那个哎大家就是不是那种调和主义那种整体主义啊正正题反题哎呀你们都别争了我用个合体把你两个都包含在那不是 这不是辩证法他不是好好先生辩证法是要能够让大家知道这是个僵局你们的二人对立是个僵局你们的对立不是你们的对立你们的对立是这个佛奥系统自身的对立 不是说我有个正反核的体系能够牵引着这个二人对立消解掉不就是这个体系本身他他妈的不行了 正反核如果他不停的正反核你根本不会能够把握到矛盾正反核不能运动不能够顺利的抵达他的合体这才是辩证法 正反核能够顺利抵达抵达合体的时候这个时候辩证法尚未运行辩证法什么时候运行辩证法真正运行的时候是概念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去俘获这个意志性了这里面的意志性已经大到一定程度已经超出你的把握了超出你这个这个概念的那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去忽悠别人说他妈的这是啊这是正常的啊这是哎你看正反核你看你没有办法再去调和了 你没有办法再说哦这是新时期新现象不行你那么掌握这种调和话语的这些人这个时候就会惊慌失措是不知道说啥了沉默了这个时候就只能有有真正意义上颠覆了这种所谓的新时期新话语的那种一种力量一种新的命名出现了啊就是辩证法是辩证性的思维什么时候出现是在僵住啊就是正题和这个反题 的这个矛盾不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题和反题的矛盾是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背景性的更大的一个集体的更大的一个东西的矛盾不是的 正题和反题的矛盾就是我们应该按照这个矛盾来给他得出一个正加反题的一个大合体但是这个大合体本身没有办法顺理诞生这个历史卡住了没有办法了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辩证法是怎么运行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啊 啊就是性需求和这个啊心理社会化啊就是就是你青年男女的青年青年人的性需求就是你就是肉体关系 心理社会化就是你的一个恋爱关系这两个东西他们之间是有那个矛盾的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的身体吗最后他用什么来调和来婚姻来调和 婚姻来调和对不对或者是用爱情先是用爱情来调和先是用爱情来调和 爱情来调和按道理说这是一种什么所谓的合体吗所谓的合体 因为爱情呢既包含了性关系也包含了他们的心理依赖心理依赖这种激情也被看成是一种性关系的一个主人不好像爱爱情就把这个东西给调和了就把它调和了 但是黑格尔会告诉你就是说这种调和永远是临时的因为他僵住了卡住了你把它叫做爱情其实不是说我们 其实爱情这个东西的存在啊他 他很快就会下面一步就会抵达婚姻了 那我们婚姻就是会把爱情摧毁掉因为婚姻这个东西是一种财产关系他等于说同时把性关系和这个心理关系这两个都给扬起掉了婚姻归根结底是一种财产契约关系财产性的一种契约关系 共同体的一个契约关系他跟你两个具体的人没关系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之间发生的观念 他他的那个生物学的他的心理学这两种急切的这种主观的这种自我规定性啊没卵用了 婚姻的更多的是我不管你自我规定性怎么样的他必须就会使得他的性需求变得异化变成一种啊不得出轨 你的相互对于彼此甚至弃着一个一个使用权的一个垄断心理社会化也是的 婚姻不意味着你们相互之间的啊这个情感关系怎么样而意味着你们共同忠诚于一个新的共同体就是你们的家庭 但就使得这这两个维度的私人性变成一个公共性而爱情只是一个僵局爱情只是这两个东西变成婚姻当中的一个 一个僵局爱情本身可以说什么都不是 you know你们了解吗 你理解吗爱情你这这什么爱情就代表了爱情本身代表了一种僵局就是他到底是心需求还是心理社会化他代表了一种僵局不知道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过渡过渡性的一个一个合体就是因为他代表了这个僵局代表了这种僵住这两个矛盾对立面僵在那边僵持在那边这代表 为什么会僵在那边呢因为我们进一步延伸的话就是因为性活动和心理需求这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同一种性化机制这个性化机制本身有内在的这个矛盾所以他才会二元化二极化成这个东西这个张力士这种二分性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这个僵局会被爱情能够把握在那边他爱情的话就会有一种极端的排他性极端的排他性 那么这个排他性最后会变成结果就是说极端的去自我中心化不排他了完全不排他了爱情极端的排他性最后就让位于这个子女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这个爱情极端的社会化极端的形成一个家庭共同体然后极端的必须要具有社会性的存在婚姻婚姻他必须是一种社会承认的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他以一种排他性的姿态来扩清他周围的人际关系 然后使得他这个这个这个共同体的这个最小单元的共同体市民社会最小单元共同体能够建构起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辩证法他就是你要能够领会这个这个运动的一个辩证 你直接从性需求和心理心理状态直接通向这个婚姻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站在性需求和心理社会化之间那个站在这个二元二元对立上面 停留在这个二元对立那个冲突性的张力上面 然后把握到这个二元对立本身就是爱情 我们只不过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把它命名了 了解吗 我们看上去爱情并没有阳气之两个 他没有真正阳气之两个 他这里面的你你如果有个庸素的合体 那么性需求和和你的恋情你的心理心理 就是你和他搭搭够一个主体间的一个关系 这两个的合体不是爱情 这两个的合体是婚姻 婚姻才是他们真正的合体 因为婚姻使得你从这种激烈的私人关系当中解放出来 你能够重新啊 获得一个新的新的一个自我认同 而爱情的话只是一个代表这两者张力 一直僵在那边卡在那边的一个符号 一个临时的一个秘密 爱情甚至他所以说爱情 他不能 it's not something notional 爱情不是个notional的东西 不是个概念性的东西 那是吗 他代表着这种不可能性 他代表着这种impossibility 所以在这个以上爱情可以被说成是some kind of truth 他是某种真相truth event 他卡在这边的 他卡在这里的 他代表这两者之间一个张力 那么婚姻的话 所以我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婚姻是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当中的一个冲突的 两者张力的一个坟墓 你结了婚之后 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就被很好的调和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都只是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法律 可以在那边调节他们的 对不对 让你理解吧 什么叫做辩证法 就一定是要站在这个将死的卡住的那边才有辩证运动 因为拖你光是这个光是这个 没什么可以说他们是辩证的 你要把握他们之间的一个辩证关系 你一定要心里面要预设这么一个环 这个环节是他们僵住的环节 这个僵局没有办法被调和 这个僵局最后如果发展到极致的话 那只有是一种非常创伤性悲剧性的 他相当于是在这个创伤性悲剧性的这个矛盾当中 他迫使周围共同体必须承认 他们两个必须要结成一个新的超越于个人 这种极为紧张亲密的那种啊 私人关系的一个就要把他们这个关系公开化 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公开化 大家要为他腾住位置来 那么才有婚姻 那么自然而然他们这种张力就消解掉了 自然而然碍玉不会过度被投射在两者的那个差异当中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啊 就是说这个编证法啊 第三点编证法恰恰是只有量变没有直编的 编证法恰恰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 为什么因为说 你他妈要衡量质变 你是不是先得有一个质的分类学 你要衡量所谓的质变 你就俨然你有一个 预先有一个质的分类学在那边了 那你这个是个什么 这是个形而上学框架 形而上的一个框架 什么质的分类学 辩证法恰恰是反抗这个质的分类学 这个形而上学框架的 所以在这个形而上学框架之下 辩证法的辩证运动永远只会被他识别为 因为这个形而上学框架他自己是将死的 他没有办法注册新的这个这个这个质进去的 辩证法也没有说我 辩证法他就是这样一种运动 他使得一种没有办法在质的分类学 在这个将死的形而上学框架 不说将死 我们说他动态的形而上学框架 他这个时候已经 什么动态的形而上学框架 在所谓动态形而上学框架下 他是没有办法识别辩证性的运动的 你理解吗 就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形而上学框架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沙俄 他能够判断下面怎么样了吗 罗曼洛夫王朝 他能够知道下面那个水到底是要沸腾了还是要要冒热气了还是怎么样的 他他没有一个质的分类学的 因为从他们的他他的质的分类学是没有把没有办法把握真正的历史性的变化的 他没有办法去他是不会认为这些真正的僵局是具有合法性注册到里面的 一个形而上学框架是没有办法识别是无法识别的 无法识别辩证性的变化的辩证法的变化的 所以这些变化通通会被看成是一种不起眼的量变 因为他们不会被压在上面的那个体系承认 他不承认他们的 他不会被承认 不会不被承认为是量变的 你们不会被承认为是质变的 你理解吗 you understand 你理解了吗 因为他们上面的就是有各种统计数字 然后有各种经济指标 然后有各种指标可以判断什么时候质变了 什么时候不行了 什么时候有调整了 但是出于他们的根本的一个取向 他们的质的分类学永远是滞后的 永远是不能够去反馈把握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的根本矛盾的 所以这个质的分类学是一种虚假的一个形而上学云端的一个框架 他骗人的 比如说我就说比如说对于学生的那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分类吗 对于青年学生的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 心理状态的状态的一个分类 你真的真的真的有问题的学生 他永远妈的这个不会给你分到一个异常的一个 那叫什么又说你抑郁了 又说你什么狂躁了 又说你什么就是消沉了 又说你什么有有这个有异症了等等等等等等 又说你什么有有等等 他他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个比较僵死的分类学 但是真正的真正的这种新生的力量 新生力量在逐渐慢慢成长的时候 他永远不会被他识别出来 他无法识别他 他就以为他是个量变 他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质变 他不会觉得他他会很自信的就觉得我这个体系就是好的 就是对的 所以辩证法是只有量变 辩证运动在一开始会被符号系统把握为只是不起眼的量变 他是变化他如果就算他有变化他会就是我们之前说他会僵死吗 他会僵住就是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 就是啊就是先是呃就是身体性的关系 身体爱欲的关系身体性的肉欲的关系 还有一个心心心理的关系心理关系 就是我说青年男女的恋情 心理的男女的恋情 他们之间这个过程就是爱情 这么一个矛盾一个张力就爱情 然后最后婚姻 走向就是婚姻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这种里面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张力啊 就是将在这边将在这边 那么符号系统什么时候愿意注册 把他注册进符号系统呢 就是当期紧张他把这种这种运动的发展叫做一种量变 他他会他就是你你这个矛盾张力到一定程度 这个爱情遮不住的时候 我承认你有爱情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父母看待孩子们的爱情 就觉得哎他就觉得是个量变的过程 他就是个量变的过程 父母看青年男女爱情哎你们已经谈了三年了四年了差不多该结婚了 他五年六年 就他就觉得爱情就是个量嘛就是个算日子嘛时间积累啊 但是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如果他的爱情之后他最后要算日子了 那这个时候爱情已经其实这个时候爱情就已经不是爱情了 这爱情就已经是婚姻了事实上就婚姻了 然后你又算日子那意味着你这个爱情快没了 你这婚姻也快没了 了解吗 所以啊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僵局这种矛盾啊 这个矛盾他如果不被看成是一种禁止的片面的禁止的一个僵局的话 他就会被福尔系统注册为是一种量变 而且是一种温吞水的温和的量变 而真正的辩论法 他永远是要 我们永远不是要看到那些惹人注目的 那些被这个分类学 质的分类学 行而上学框架 堂而皇之地告诉你的几个定性的指标 这些定性的指标通通都是马虎眼 都是荒子 你要大胆的去发现那些温和的不起眼的量变之中所隐含的真正的变动 辩论法 就是要站在这些温和的不起眼的量变里面 见微之助 就是要寻求新的衡量体系 新的量质的一个分类学 你要去建构新的量质的分类学 了解吗 所以辩论法辩论运动 他在运行过程当中 他肯定会被拾口否认为 因为他是丑闻嘛 他是这个行而上学的丑闻 这个代表这个行而上学的质的分类学 是是是他妈无力的 是是是这个impotent的 是伪的 所以他要掩盖这个丑闻 但是这个已经不能完全盖住了 就是说如果他完全盖住 就是说这是没变化 他现在他的变化性已经产产产生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 这我不是我们 这些行而上学框架 就只能污蔑说 他只是一种不起眼的量变 比如说他父母两个就开始算 哎呀 这小两口已经已经处了他妈的一年两年了 三年了 他们就会这样去描述这个过程 因为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驯服他 通过这种方式来贬低他意义 贬低他的意义 越是这样的话 这种父母他就是其实 他其实最终是反对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婚姻 因为婚姻意味着什么 因为婚姻意味着独立啊 建立独立的家庭 这个独立的家庭是 是和你父母的那个原生家庭要裂开来的 所以我谈多久关你屁事 可以吗 如果你的父母会在意你 你这个爱情已经谈了这么久了 说明他占据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一个视角 一个大他者的视角 他在等着你这个成熟 他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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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父母所采取的一种姿态啊 就是一种他不愿意 其实不愿意让你们建构真正的婚姻 他只要让你们建构一种虚假的法律关系而已 但并不是真正一场市民社会当中独立的一个形成一个最小共同体 你的你们就是什么叫真的婚姻啊 就是当你形成了真正的婚姻的关系 你们的夫妻关系是远高过你的你和你父母的关系的 你们的你们夫妻两个对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忠诚 小家庭的忠诚是高过你对你父母的忠诚的 More than it 这个忠诚就和一个臣子对君主的忠诚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忠诚是可以帮你们去摆脱 之前那个爱情当中那种痛苦的 令人难以忍受的那种痛苦的 但是也很刺激的那个张力的 那个矛盾冲突 所以这现代婚姻是轮不着父母过来 来来算他们结婚之前爱了多久的算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算他爱了多久这种那这父母 就这还是有那种家长之的那种的投射的他还不是市民社会的一种精神还是还是前现代的一种一种家族主义的那么那是那是不幸的啊 那么就是会把它看成是这种量变的那依然是不行的 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的变化不会被他承认是质变 因为你的变化超出他的那个质的分类学 他的性质什么被他看成是决定性的变化那个分类学的把握了 他对你是失明的 他他是不敢接受你的这种变化的 他不敢看到你这种变化了 所以他就把你污蔑成是一种不起眼的量变 了解吗 比如说那个什么统计数据最最明显的 比如说一个比例啊就不停的在降啊 看上去是平滑的 这种东西最能够对他们产生安慰的 最能够对这些这个分类学的创制者能够产生安慰的安慰他们 因为哎不就是量变吗 稍微调一调就好 其实不是的 其实那些矛盾的活生生的 都是断裂的 都是断裂的 都是片面的 都是这个你要真的去调整他 你就要抛弃你这种普遍的一种姿态 抛弃你这种好像你可以对一切定性的这种姿态 抛弃你这种啊 一个所谓的运动的 你好像就就是 这种行而上学框架 行而上学行而上的一个框架的那些拥护者 那些拥护者 他们不敢面对现实 他就他就去建构一个行而上学框架 往往是经济统计数据 或者是观观测数据经济数据这些东西 然后建构一个所谓的全面的 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变化的 所谓的这个分明的就是定性的分明的定性的 性质定义的分明界限分明的 他越是这样搞越意味着他的思维越不辨证 他只有当他彻彻底底抛弃这些假设 然后去以一种片面的姿态去 比如说如果说的稍微错一点微服私访 真正意义上的为创伤性的 投身于其中的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个谁谁谁 比如去去送送送外卖送了几天说真的太苦了 好像还哭了还是怎么样的片面的你要投身其中subjective 可这个 commitment或者说你叫彻底的陷入陷入泥潭之中 看不到周围你体验到其他所有人 我们看不到这个什么全面的变化的定性分明的这个这个统计数据 我们看不到我们就看到我片面的个人私利 这才代表普遍性片面性才代表普遍性片面性不足有限性 不能够公中体国考虑大体 这才是普遍性因为我们看不到呀 你的优势地位是踩在我们头上的呀 你有本事把你这优势地位全都向我们分享公开吗 也没有呀对吧 所以只有当这些拥股者陷入到一个片面的一个将死将在那边 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吃啥的将死的 然后是一个定量的 就感觉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 不要什么定性分明 那个 哎呦我的妈 这个东西我这个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 辩证法 永远是限于二元对立的 辩证法是不会搞什么螺旋上升的 因为辩证法是一定要坚持一种 不叫限于是坚持一种二元对立的 因为螺旋上升 你告诉我何为上升吗 上升这个标准又是变成一个醒儿上学标准 你知道吗 他妈的什么叫上升 你好像可以不经由辩证运动 预先知道何为上升的一样的 做梦呢 了解吗 坚持一种对抗性的逻辑 坚持一种对抗性的逻辑 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一种开放性的姿态 一种敢于去实践 敢于去冒险的姿态 让这个对抗性的这个二元对立得到铺展 他产生的结果无论是什么 我们都说我们作为辩证法家 我们都把他describe as 我们都认为他是积极的 历史的运动 而不是你预先出了一个什么螺旋上升 这个上升是他妈 你好像预先有一个什么上升的标准啊 这种螺旋上升啊 他往往往往是那些 NC主义者 好 NC主义者 他以那就是片面的夸大了这个 这个 LINISM L主义啊 L过片面的夸大了 L主义里面 他有一本书叫做论 论 论 新 啊 经济 政策 你片面的扩大了这本书里面的这个 啊 就是 我们要驾驭这个东西 但是 我们驾驭这个东西不是说为他指出什么是上升的方向 不是说为他指出什么是上升的方向 你驾驭这个东西就是要坚持他归根结底是和我们的是二元对立的 你不要指望着这个东西可以来上升带着你的这个带着你的这个这个运动啊到新阶段不行的哥哥们我求求你呢这NC是不行的 It doesn't work National capitalism It doesn't work 因为它的上升是就是危机啊就是危机的循环 它的上升是危机的循环 越能够促进加速危机的循环就是它所谓的上升 而真正的Dialectics它是不会预设这么一个上升标准的 这个上升的标准是虚假的是一种形而上去的幻想 形而上的一个幻想 所以你要克服这种幻想 而你应当做的是直接去坚持一种对抗性的 真的是对抗性的 真正的二元对立 真正的矛盾 真正的最 就是所谓的上升标准和一种僵局 僵局 而且看上去是一种军事 军事 然后这个循环 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辩证法家 我们恰恰站在循环军事和僵局当中 要迟滞在这么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当中 我们要继续坚持维持这种开放的 富有张力的这种 富有张力的这么一种状态 而不是说 哎我操我先预设了一个什么是上升 然后就松泄气了 然后我们就被这个幻想 上升的这个幻想 形而上去的幻想所俘获了 这他妈不是辩证法家要做的 这不是辩证法家要做的 因为真正辩证法家 他不会预设什么东西是他妈的上升的 什么东西是进步的 我们不会预设什么东西归根结底是进步的 什么东西是上升的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克服这个 这个NC主义之后 我们的Leninism的路 到底要走向哪里 这里面你要做的就是 停留在一种 对抗的张力之中 这种对抗张力支持的 你维持的越彻底 你这个这个 越越越是坚决 越是努力的去寻求突破 这个突破 寻求突破就代表你不知道啥是突破 这个过程当中 越是有意志性的要素 能够进入这种张力的二元对子 所敞开的这个空间当中 能够去架设他自己的一个结构 这个时候才越有一些新的 历史性的一些生命力的力量才能够涌现出来 辩证法家就是要站在二元对立 一种循环的一种僵局的一种军事 反复在这两个东西当中 我们就是要 这才是这才是潜伏号化的一个辩证运动 维持这种张力 维持这种张力 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会我们 就是这种信仰 辩证法是一种信仰 就像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相信自己能醒来一样的 相信自己第二天会醒来一样的 辩证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一种 这种辩证的这种运动 这种绝对精神 或者这种历史性的这种力量 这种意志性的他者 它能够在我们陷入二元对抗当中的过程当中 就是物质本身是具有它的内在张力的 而我们主体 我们的主体辩证法家 辩证辩证思维的这些主体的实践和行动 就是要去积极的投身到这种军事僵局当中 去站在你认为 代表未来希望的 而不是去预设有个上升的标准 好像你一定能赢一样 不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辩证法家 其实会遭遇一个 就黑格主义和这个Leninism 他会遭遇 必然的一个悲剧 就是说 你有可能站错了 就是你有可能 你是 你是就是 你相当于就是历史 扫进历史垃圾堆 扫进这个历史垃圾堆 扫进历史垃圾堆 然后的最后一个垃圾的最后一个垃圾 就是那个扫把本身 就是那把扫把 你可能就是扮演了扫把的一个角色 as revolutionary 这没办法 是代价 但是这个东西就不是 不是说你刻意的就是去把自己 要变成我要 我要扫把 我要和垃圾一起进垃圾堆 我是个用坏的一个坏扫把 不是刻意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敞开的 这没 这是里面有一些 这什么物质性的 这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会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个残余 而被扫进这个历史垃圾堆里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预设一个所谓的上升标准 因为你这个上升的标准本身 会成为一个最 最堕落的上升标准本身 在精油的变质运动之后 你会发现之前的这个所谓的上升的这个标准 就成为最堕落的东西 他也被扫进了 历史垃圾堆 但是我 你要去坚持一个你认为 你就不能幻想有一个调和者 有一个整体可以把这个对抗这两个东西 是把螺旋上升 把它都吸收他们合理性 然后就怎么这样的 量变促进质变 质变卡住一会儿 再量变再质变再量变 没有这种什么交替接力棒的 因为你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个中介 那个中介是隐藏起来 那个中介是不被符号化的 那个中介是之前的那个旧时代的符号系统 和之后的新符号系统 他们这两个符号系统 他革新过程当中的共同的丑闻 那个中介 那个中介是他们的共同丑闻 是他们的共同的缝合点 这两个体系 哎我就不说了 这都说多了 反正你们很多人 反正辩证法了解吗 就是说这这种orthodox 这个这个啊 这个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他的辩证法 舌皮根本不辩证法 然后他在 本体论上这个四啊 就是他所谓的物质啊 他所谓的物质就是那个科学 实在论的物质啊 只是不可被直接把握了 他这个也是承认的啊 他需要一个反应论 很庸俗的一个反应论来来来调和 然后在认识论上也是四啊 认识论也是四 因为他归根结底不认为这个心灵 他认为心灵也是一种特殊物质嘛 就是其实这个orthodox 这个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他其实他的认识论是某种 穆勒主义啊 某种经验主义啊 是某种经验主义啊 就是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经验主义啊 心理经验主义 就穆勒主义啊 或者叫自然经验主义啊 这是自然经验主义 一种穆勒主义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二缸四缸四缸二 放在这个这个 款音下面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都是穆勒 穆勒哲学的一个改造 19世纪穆勒哲学的一个改造 然后二世纪被廉价了 廉价的用了 这是被批量生产了 你知道吗 这东西被批量生产了 就穆勒的那个行而上学 实际上是被批量生产了 他被生产成比如说 里面是鸡贼的人 怎么来捞取这个个名利 还被被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S同志 他的那批御用文人 教他们来怎么来 来炮制一个快速动员的一个 这个这个行而上学 一形态机器啊 所以他这个S 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会把一切 心理性的要素 一切心理性的要素啊 都物质绝对心灵嘛 物质绝对心灵 物质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 他在认识论上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 没有他的一个认识论的地位的 他这个心理要素啊 他看成就是他的一个衣服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模本 他的一个衣服 他决定他 有点吗 他的本体论 就是说他这个两边 我他妈服了他 他不敢讲彻底的表真主义 他只能搞一个反应论啊 他只能搞一个反应论 很索的一个反应论 然后这个反应论里面 还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啊 主观能动性 这个东西是什么最最舍的 主观能动性就会被看成就是一个主理性的剩余 这个东西被看成是 还有就是所谓的一个实践论 实践论加反应论 就取代了他的认识论 他不会有认识论的 因为他根本就是不承认有那个 表真主义的啊 他不承认这有个 有个 指指 由第一人称负责的一个表真 只具有第一人称有效性的 临时的一个表真 然后这个表真是有统计学的一个 所以他一定会陷入到某种自然主义 或者心理主义的一种实在论里面去啊 比较用色实在论里面去啊 所以 所以这个 但是他是个形而上学 他背 他背后是个形而上学 其实他背后是知道 就是稍微聪明一点的这些理论家 他是知道表真主义的 包括他们批判这个马赫主义啊 批判这个要素一元论啊 就物质和物质和心理和精神 实现了一个要素一元论 这个要素其实就是表真啊 要素一元论 对于要素一元论的巨齿意味着这些形而上学家 这些Orthodox的形而上学家 他们对于这个表真主义和这个认识论的难题 是有领会的 但是他们拒斥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范式 不符合我背景性的这个秩序 他因为这个背景性秩序 是个完全僵死的形而上学的秩序 嘴巴上说自己是什么 又是普遍的 又是整体的 又是一个变动的 量变的 到质变的 螺旋上升的 实际上他是很僵死的东西 他里面没有主体心 他主体心被抽出来 作为一个专门的在认识论上 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够建构 本身不能建构 因为这个主观能动性 归根结底还来自于啥 来自于物质 归根结底来自于物质 主观能动性归根结底来自于物质 因为在S主义那边 主观能动性是 它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负的这个 卢楼或者负的这个这个 这个 farmer 你是负的farmer 那你的主观能动性再怎么样 你妈妈你是个反动的 了解吗 你主观能力屁又没有 说枪毙就枪毙 就是 他就是说 哎呦就是说他 他 他发现你是所谓的 你是那个 traitor 他就 你的主观能力再怎么样 直接就一颗子弹了 再是一个我主我忏悔要怎么样 这个认识认识是似的 这是主观能动性 是一个蛇皮玩意儿 没用的 不是主观能动性可以引导的实践 而是恰恰相反 这个玩意儿啊 划定了你有什么样的主观能动性 他没有认识论的独立地位 他没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体面的 一个有尊严的一个可以跟你协商的一个位置 没有的呀 所以认识认识认识这个4我们甚至就可以写成是 不能说了 最后一个在目的论上这个2 目的论上这个2啊 你要记得这个2分是一个标准的阿尔都赛斯的2分 就是科学化 versus什么 意识形态法 科学化和意识形态法的一个一个对抗啊 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这个这个主义里面最臭名昭著的一个2分是把这个DM和这个这个HM变成一个附庸关系是DM是普遍的而这个HM 是这个DM的一个在历史社会领域的一个特殊应用对不对 历史社会领域的一个特殊运用 啊 这个历史社会领域的一个特殊运用啊就意味着说 啊这个维度里面 它背后也是可以有某种科学 秩序的 但是呢它里面所有的关系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归根结底都是异化的 都是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化的 所以这个分支其实它真正的位置这个东西不应该放在这里真正的位置放在这个S S这边Scientific Scientific SS这边啊 它这个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宝宝 它是用来割这个东西把它给割了的 这个东西相当于它掏了它的心 然后把它的心放在这边 然后把它的心变成一个僵死东西 割了这个东西 SS 因为因为你如果是S同志的话 你就说我已经见过一整个这个 这个NS了 我已经见过一整个这个NS了 Nation State 我已经见过一整个NS了 我现在不需要有有你这个真的是全套的一个 这个能够把你人培养成像我一样的那种人的那个SS 所以它就是系统性的对这个SS进行了 割 割的剩下的那些学定的部分就掏到这里说 然后用一个很僵死的一个决决定的什么社会存在啊 决定什么社会意识怎么怎么什么的 这种什么上层建筑决定什么什么反应了什么社会这种玩意 这里面基本上是一种很庸俗流俗的一个一个经济主义啊 或者说一种 权力崇拜和这个经济主义 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基本上已经退回到考斯基了 这个玩意 连考斯基都不如 考斯基人家还还具有一定的辩证性 这个玩意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僵死就行上去的框架 了解吗 you understand 哎呦这个东西我真不想多说 你觉得我我我我这种人竟然浪费时间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哎我们刚刚的辩证法讲的挺有意思的到这里的话其实 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化 它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他这种实用主义 他的目的啊 这种实用主义 全体让我叫把就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 这种形实用主义叫意识形态实用主义 他是为了组织动员用的 他有很明确的组织动员的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我们都不就是没有办法那些文人闭嘴 就是我觉得在S S主义这边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是有他的时代价值的 他可以把整个共同体组织动员起来 然后大量的进行重工业生产 抵挡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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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线的那么多 那闪电站抵挡了这些东西 他是能够爆发出物质力量的 他是能爆发出物质力量的 他是能爆发出非常强的一个这个 一种 共同体的那种力量的啊 意志 他能爆发出来的 但是代价就是说 他是一种实用主义 他是标准实用主义 高层的 我就认为就是S同志本人 他是能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僵化僵死的危险东西 但是 他本人作为 他本人 S同志 他本人不是个S主义者 S不是个S主义者 而这个 L是个L主义者 就是他们的一个差别 L是L主义者 S也是L主义者 但是S不是S主义者 S把他的这个S 当成一个实用主义的一个方法来用 他可以立刻在十年之内快速获得重工业实力整体动员效率 如 就是说没办法的 你知道吗 你了解吗 你如果你是S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只能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 快速铺设这么一个行销上学 快速的把这个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维统一起来 然后快速的给他们一个有限的主观主观能动性 你超出这个界限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兵工厂效率很高了 不少这一颗 you understand 不要幼稚 不要幼稚 我们当然可以批判S主义 但是S这个人本身做成这些事情 他不是一个L主义者 他是做不成这些事情的 这些事情都是 我觉得他是是继承了他的他的精神的 但是没办法 这里面是没有办法整个历史的一个运行 他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 锅不能甩在头上 锅不能如果没有西线那么大的压力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他也不会说这样这么野啊 哦 这付出代价了 那是说那杀杀了一批这个指挥官或怎么样的 我不觉得这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视角 我有我的信仰 我当然会得到我的结论 你有你的信仰是那你得到你的结论 啊 好吧 大家都选个立场吧 真的是辩证法家选个立场呀 真的是partial的 we have partial standpoint partial stance 了解吗 然后那个 所以他他的 看上去他以一种科学化的方式 他说我这是科学 我这是关于历史的科学 关于世界运行的本体论的科学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科学化意味着他的 其实上科学化才意味着他的堕落 这个东西 如果是科学化 仅仅把它看成他自吹自嘴说自己是科学 说自己是这个 这个玩意 他才是他妈的 这才是蛇的地方 这才是他的意识形态的地方 如果你仅仅把它非常清醒的把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 那去使用它采用它 那这才是我们L主义者的L主义的科学 但这个 要代价有代价 这有代价 所以他的这种目的论当中 这种秦二上学 这种实用主义 我们可以叫他意识形态实用主义 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两个东西 死亡交叉 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死亡交叉 他透支了这个 一代人的头脑 两代人的那个 头脑 所以之后他的这个人文科学 基本上就是废了 完全就废掉了 淹掉了 他后面就是非常倚重 这个他的那个 他的政治哲学 他的这个哲学都都被淹掉了 他后面只能完全就走那个邏輯化的 走那种啊 军事工业共同体的那种爆裂的 然后他的这个 哎呀我就不不说了不说了 这个体系的话我觉得 他的文艺上也很快就失去了这个 他的这个 优势地位 基本上完全失去优势地位 好 这个历史的代价 不是由他来支付 当然是由 哎呀 这个东西不能敞开的说好吧 但是我 我觉得我已经把这个东西说的 再明 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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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就讲到这里了